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杰西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交往 因此他们被迫分手 米勒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女友迪利亚 面前倒是小丽与消防员四下有着秘密往来 就这样被感染的消防员也成功将小丽感染了 回到家以后小丽也开始暴隐暴食 怪物一步一步的控制着她身体 这天小丽独自来到酒吧 她跟陌生男子共舞的时候 怪物进入了男子身体里 米勒发现了小丽的异常 但当她赶到时小丽已经死在了酒吧 检查怀疑是米勒杀死了小丽 开始对她进行全程的通缉 无奈之下 米勒只好躲在了解写家中 为了早日洗行冤去 两人来到之前起火的教堂寻找真相 很怪他们发现了这个黑洞 一切真相由此皆干 原来这个怪物是一种虫子 它们存在地球一百多年了 厉害极大 人类至今找不出消灭它们的方法 只是找出了怪虫的弱点 那就是怕酒精和闪电 而另一边怪虫开始不断蔓延 它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到另一个人的身体 它们在蔓延的过程中身体不断变大 据说当他们进入到第七个人身体中 自身就会发育成熟 并且能够反应后代 一旦如此 人类将面临一场浩劫 米勒打算赶紧找到被感染的人 可没想到 他刚开始行动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而怪虫也随之来到了监狱 警察又有多毫无防备的比他袭击 关键是可 杰西将米勒成功救了出来 两人想放火把感染警察烧死 可就算身体被烧焦了 警察还是可以复活 就在这时 怪虫趁机转移到了一名记者身上 仔细数来 这已经是他第七次转移了 也就是说 怪虫开始具备繁殖能力了 如果不及时控制 后果不堪设想 米勒和杰西将感染的记者捆了起来 试图用电器将怪虫逼出体外 自用酒精杀死他 没想到怪虫直接进入到米勒体内 被逼无奈 杰西只好疯狂的电击米勒 最终怪虫被逼出体外 被泡在了酒精中 本以为故事到此结束 可是被感染的记者突然活了过来 看了怪虫已经在他体内繁殖了幼虫 这也十分有层次 特效逼真 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最后的结局更是典型之笔 为下一部影片埋下了伏笔 流出悬念 是一部值得观看的恐怖科幻电影